那么我们在建出一首小奏鸣曲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看 这个小奏鸣曲它有什么给我们提示 这个提示它写了Alegro 就是要快版 那就是说这个速度和性质在这里已经基本决定了 那么我们再看看 它是有没有升降号 你看没有这是C大调 再看看这是几拍子的 这告诉我们是四四拍 这三点要素 作为每一个同学在建出一首作品的时候 应该说是基本点 我今天这么讲了 希望对大家有个印象 那么具体来讲 这个小奏鸣曲在它的六首里面 应该是比较有名也比较好听 它这个曲子什么性质呢 前面讲了它的标题是快版 但是我们再看看作为一个作品的它的结构 要看它的音形 要看它的左手伴奏的质体 就是左手伴奏是怎么编制出来的 这个叫质体 我们看到了 这个作品给我们的展示是什么呢 我觉得可以用两句话 一个是明朗而歌唱 第二点是舒展而平稳 我觉得这是第一乐章给我们的一个印象 那么我们如何做到呢 我下面呢就想用比较慢一点的速度 来给大家展示 我一面说一面弹 以便同学们能够听得更清楚 然后呢 最后有我的学生给大家正式的演 完整的演奏 现在我们就开始看 那么这个是西大调 它的音符呢 开始是很慢的 对不对 二分音符进行 如果我们要做到 舒展而平稳 明朗而歌唱 就是靠两个手来编制它 左手伴奏 我觉得 我们就要给它弹得非常平稳 它就衬托了一个非常好的背景 就让我们感觉到是很平稳的 那么它的歌唱性 就靠我们右手来做了 但是右手你看 一个音符弹两拍 慢慢腾腾的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句子的走向 就是说 我这个 如果我们这个句子 不想送到 咪不想送到说 这个句子就不成句子了 就成了单个音了 所以呢 我们在弹奏这种 心里要有一种歌唱性 我们才能真的把明朗而歌唱的性质 表现出来 对不对 你看 我们这么来弹 听出来吗 这里面有什么因素呢 就是我们从谱面看 它的最高音是密 那就说我们从这个音 一直送 送到最高点 完了呢 有一种 请求的口气 这里 这里那么多八分音符 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弹成 从音符上来讲 没有错 但是从歌唱性来讲 你就不歌唱了 要 一定要注意到 力量的去转移送 完了这里你看 同样的音符子上写了 要导指 这个也是一个规律 我们在弹 讲五九九八四九的时候 都讲到 这个 不能够 它就很容易出硬的声音 再送上去 送 送退回来 特别注意这 这里不能够 因为这个C 是弱拍 送到RE 送到MI 好 到这里开始进行了 左手的旋律了 旋律跑到左手 那么左手的 跟这个 是对应的 听出来了吗 旋律跑左手来了 但是右手的伴奏呢 一定不要压过左手 所以右手的伴奏 我们要这么弹 贴着键 很平稳 贴着键 这里变成三连印拍子 不能动 这就是它的 重复出现 但是到左手来了 如果小朋友的手小 够不到八度 去掉哪个音呢 我建议去掉大拇指的音 去到 我们要保持 宽广一点的感觉 弹底下的音 如果是在你个头很小 够不着 那就只能弹上面 但是它就显得单薄一点 那么到下面 我们进到哪儿来了呢 到这个十五六七 十七小节这个时候 刚才我们经过来了 这是一个附题 什么叫附题呢 就在小座名曲里面 包括以后谈座名曲 都有一个特点 它的第一乐章呢 有两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呢 常常是比较男性 比较活跃 当然这一条 这一首有点例外 那么第二个主题呢 就像是女主角一样 就很温柔 很嗲 很那个 很亲切 这样的 那么我们来看这里的 它的副题 就是说第二主题 看看是什么感觉 我觉得这里是一种 很亲切 很亲切要跟人说话的感觉 这里面左手的伴奏 有一些变化 可能对于小朋友 千万不要给他出重音 我们只要感觉到 它的静心 因为我们前面讲到 要舒展而平稳 这时候左手一定要很平稳 刚才咱们看见了三连音 现在变成一拍四个音了 四三二 倒直 再跑一次呢 因为是一样的音 我们就要做对比 谱子上也说 这里要听 好 后面呢 就上楼梯了 一层一层的往上送 送送 C RE 送 很婉转的 好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 程式部 就是小奏名曲里面的 程式部 就是说它把主题 副题都亮了相了 整个把它的内容 基本内容 出现了一次了 那么第二段 开始呢 就这个叫 我们叫做发展步 它就用了一些主题的 或者是副题的 动机来发展 那么这里的 我觉得是 它用主题了 这里的感觉是 这里我想提醒同学们看 它这里有 这样的东西 这个好像是 我们理解为 它是这个叫重音 但是我们不要把它真正弹成重音 而是弹成一种 深切的请求 一种感觉 千万别硬邦邦的去 这个就没有语气了 因为我们弹琴 实际上是在用手 来说话 来唱歌 并不是 广动手指 对吧 这里的那个跳音 我们也要去理解它 是一种很柔和的收 不要把它硬邦邦的这种 我听了很多小朋友 都是这样弹琴 不敢听了 这里我们一定要 大家看我手 第二句看 更音切了 它由一个音变成三个音了 要导致 别忘了 我听到所有 ker on consumers 要去让它是这个音变成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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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 好,我们又爬到山顶上来了 山顶里面呢,上了以后,转几圈 转几圈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它弹得很枯燥 要让人家觉得,它在那转,在说话,在找路 千万不要原地谈不谈 找回来了,找回这个主题 跟前面是一样的了 这个就叫做在线步 就是说我又重新出现了 这个就是小揍名曲的一个结构 我现在已经把基本它的内容演示完了 因为后面的在线步的东西是一样的 跟前面基本上是一样 只不过它的附题,它的调性变了 这个呢,等以后,同学们大了以后 再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好吗?这个第一乐章 基本是不是同学们能够注意了 清楚了 知道怎么去表现这个曲子的要求了 当然从练习它里面的很多音阶的跑剧的时候 我希望同学们还是根据像我们在599、849里面讲到的 我们手指还是要 包括这种 千万不要 它都是有一种转动 包括左手伴奏 顺着走 顺着走 这都是我们在练习曲里面碰到的 千万不要 顺着走 完了看见有一个楼梯式的这种进行 都是有一种方向感 慢慢这个字同学们要记得比较老 就是一弹琴我们总是要知道 我们是往哪个方向走 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这个倾向性能够让我们很容易就把句子弹顺了 第一乐章就讲到这儿 第二乐章 一般小奏鸣曲它都有三个乐章 常常都是第一乐章是快版 第二乐章是个慢版 第三乐章又是很活跃的快版 一般的结构就是这样 现在这个是很正规的小奏鸣曲了 那么它的二乐章就是一个 大家看是个行版 Andante 行版什么意思呢 就是走路 行就是走路 走路的速度 走路 自然走路的速度 这是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呢就是它上面写了是八六拍 八六拍嘛 是就是说八分音符在一小间里面打六拍 可是呢一般来讲 我们可以打一二三四五六 这样打 但是实际上我们应该打的是两大拍 一二三二一二 这样呢使得这个曲子啊 是有一种悠起来的感觉 虽然它是慢版 但是它不能够死在那里 不能那么硬打拍子 硬打拍子多难听啊 音乐就不流动了 是吧 再看看它是什么调呢 它有一个降号 是一个变成一个F打调了 是一个F打调 这个三点我们一定要先注意到了 那么我觉得咱们再来看看 这个曲子慢版 行版叫做行版 这个曲子的给我的感觉 就是我可以说就是一种很抒情 很典雅的 抒情和典雅 这是第一个性质 给人感觉 它有很多典雅的感觉 在左手上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典雅 不管是什么性质 刚才前面第一页 讲他们碰到了 就是说 都是靠我们用两个手 把谱子上的音符 它的音型的结构 或者就叫做动机理解透了 那么我觉得还要让大家理解到的 就看到它的句子的走向 是两大拍的 我觉得是要这样 这么这么这么往前走 看看 导指 变成左手了 一样的旋律 右手是这 左手的 音色稍微浓一点 或者像南中音一样的 这里有个什么东西呢 第六角节 右手呢 我们说 这右手就有两个声部 你看 上面是 里面是 这个就叫做 有两个声部了 重要的是 要把高声部弹出来 但是里面的这个线条 你可以先练一下 那么我们合起来 是什么感觉呢 双音送着 浓浓 又回来了 多么好听的小品 对吧 所以这里面我想 同学们能够感觉到 它的句子啊 都是从第六拍进来 第六拍是已经最弱拍了 所以我们起来的时候一定是 我们先吸一口气 是弱进来的 一二三四五 六一 六一 六一二三 它第二段也是 六 六一二三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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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一二三四五六一 又回来 这个就叫做音乐的韵律 这个呢是能够使我们把 乐曲的句子做得非常美好 千万不要从第一拍 第一个音 我们就使劲敲 一定 好吗 那么下面讲第三乐章 第三乐章就是一个 很活泼的快板 上面写了 也是一个快板 但是上面又写了一个 回旋曲 Rondo 回旋曲 回旋曲 它的曲式啊 跟第一乐章的那个 奏鸣曲式不太一样 就是什么呢 它有一个主题 我们管它叫A 那么进来一个B 第二个主题 完了它又回到A 我们又叫做A E 完了又再加一个东西 那个时候就不是B了 可能就是C 那就是第三个主题出来了 这里面呢也有 那么我们就走着说吧 要这么说 可能也说得不清楚 这是一个它的回旋曲的结构 从这个曲子来讲的话 我觉得是一看呢 它的音形就是非常活跃 非常活跃 非常动力感很强 你看 但是不管动力感很强 或者是从头到尾 都有很多十六份音符跑 我们仍然要找到 它的节奏的韵力 和它的那个乐剧 乐剧的感觉 它的乐剧的组成 或者叫做它的动机的组成 大家看看 是这样 它是第四个音 就是一拍里面有四个音 它是第四个音进来的 这个感觉一定要找到 如果你 那就麻烦了 那音乐就走不顺了 就发歌了 就是我们就常常说变成 这个感觉就完全不对了 这是从右手讲 另外从左手来讲 特别要注意它的休止符 一定要很准 不要把休止符占掉 另外那个左手 很集中 咱们很集中把键盘 千万不要 不是 所以我来这么演奏 大家看能不能看懂 也是弱拍进行 叫做弱拍 它是第二拍的后半拍进来 一 二 重复一次 左手变了 变成动荡起来了 好像很 更活了 听出来了吗 我们的活 这里呢 我觉得这个可以把它当成弊 好像就在从上面 转圈转下来的 又低一层 又低一层 又爬上去了 又下来 渐轻 又回到A了 对吧 这个就是这里面看到了吗 很多音阶的跑动 我们弹过音阶都不怕的 但是呢 千万不要真正把它当做音阶练习曲 难听死了 要跟着音阶的走向 你看 是往下走 往上走 右吧 转回来 再上去 重复 到一个站了 变 听得是不是很清楚了 那么下面我们就跳过了这个AE 我们直接进到戏 它的戏在哪呢 在第五十一小节 五十一小节 我们去看 这个啊 我从前面借过来 完全跟前面性质不一样 这里让人家感觉到 非常典雅 还有一点 有一点很可爱 很玲珑 这里面有 也是有乐剧的 像它的动机上的感觉 不像前面 就是 伴奏呢 也变了 伴奏是 特别要注意 就是低音要保持 但是 弹到第二个的小节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用剑额 但是一般同学都很容易做到 做错了 应该是怎么样呢 大家注意 一块棋 为的是一直保持 低音的线条 这样呢 有一个低音的感觉呢 就特别典雅 有一个高音的感觉 就是 有一个高音的感觉 就是 有一个高音的感觉 又回来了 又回到A了 听见了吗 我前面讲的 这个音乐的表现 包括最后的 都是有音乐的 满篇都是画 所以呢 我这么来启发同学们 我想大家能够 把这个曲子弹得好听一点了 对不对 那么后面我觉得 有一个 因为它这个曲子比较大 它还有一个戒尾部 它戒尾部在哪里呢 在134小节 我把这个戒尾部的 那个语气 或者叫做 它的音乐的感觉 把它给大家 感觉一下 再见的感觉啊 这后面特别好听 好像很流略 果断在 感觉到它的语气 先流略 但是最后呢 再见吧 所以那全篇的内容 我想大家应该很明白了 对不对 那么最后一个和弦的时候 可能小朋友手小 四个音够不着 那么跟前面的道理一样 我们保留的是两边 就是说小指两边的声音 可以这样弹 但是不能够 不能这样弹 哦 还可以这样弹